在这里宣布我们第四届第一次定期大会闭幕 敲下了意识锤 议长汤玉成正式宣告高雄市议会第四届第一次定期大会闭幕 汤玉成致迟时提到 在本届定期大会中 议员和市府团队都表现得相当专业 尤其在总职群中 因为首次安排议程时间为上下午 共计六名议员的总职群 时间虽然紧凑 但效果还不错 也都相当辛苦 值得肯定 首先谢谢各位全体的议员同仁 大家非常的辛苦 而且觉得大家非常认真 这次定期大会真的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把总职群的时间变成 同一天里头上午三个下午三个 其实最累的会是这一排的人 我们真的非常的累 但是也很乐意跟大家一起在学习 让高雄市议会进步的脚步过程中间 有所有议员同仁的一起参与 康玉城指出市府提出的草案 在经过议会整合及审查修正通过的有 高雄市禁令城市发展自治条例 以及成立多元融合小组 还有成立性别平等委员会等 都是对于城市有进步指标的提案 也将会让高雄越来越好 其实这个会期我们也通过了几个由议员提出来 相当具有进步性指标性的相关的提案 我们追随了这个MeToo的议题 高雄市议会有好几位议员有提案 一个是多元融合小组 成立多元融合小组 同时也有姓平的委员会的这样的提案 这两个提案都在全体议员共同的支持之下来通过了 我们也审议了一个禁令条例 这个是高雄市政府跟高雄市议会 我们共同要努力的 毕竟高雄市的碳排的量这么多 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把这个案子通过 而且不可以落后其他的现实 谢谢大家 最后随着大会的闭幕 议长康玉成也期许市府团队 要重视每位议员的建言 而议会也会持续对市政的监督 希望府会共同努力 行销高雄让高雄更好 并成为全台湾瞩目的城市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